關於我們大甲政安宮董事會的一些問題了 說實在 章誠上面寫得很清楚 為什麼還那麼多的假新聞呢 這個易景龍到底你在幹嘛 你到底在海山你非常了解 大家媽的章誠在77年 那當初嚴董、嚴親標 敢去做董事長嗎 如果章誠上面 哪一條有規定說一定要是你們海線的人才可以當董事 還是只有信徒代表 現在的信徒代表 是主要是一些我們說會叫班會 還是新董會還是技工 團隊這些人產生的信徒代表 總共有一百多位的信徒代表而產生15個董事 從15個董事裡面才當選了一個董事長 它是個三選制耶 它不是拍拍手的一個通過的一個部分 那你說成好像我們大甲媽 我們拜大甲媽 那不是那不對了耶 變成操作 好像在操作什麼 那白甲媽臀 就是要去拜大甲媽祖 不要來拜 不要這樣啦 媽祖是自比為懷 那白甲你操作到好像說 藍綠的分別 你到底是在做什麼 拜託的啦 因為我覺得我自三歲 自小孩就開始拜媽祖 不要這樣無力我們的大甲媽祖 藍綠裡面寫得很清楚 並沒有規定 你們說的這些人 不用負責 都做一些假新聞 這樣好 人你做 天你看 為什麼何須會說是假新聞 大家可以了解 大甲媽當孫徽 它要產生信徒代表 要怎麼產生 它是國界 大家覺得是世界 國家在供養的一個信仰 它是全世界最三大 信仰中心 紀念去給你們說到哪裡不出 他們是內定 你知不知道 要信徒代表 是要有美劣的團隊 或是志工團隊 或是我們的新教班團隊 都在參生的 總共有180人的 信徒代表 參生 然後才有這個黨術會 這十六個之後 有這個主計 才可以選這十五個黨術 是這樣參生的 黨術之後才來參生 我們的黨術長 跟副黨術長 這我要說的 還有三選制 這都是我們台灣民間團隊 所規定的合法的問題 紀念 給你們說 我們台中市的民政局 你包 我們不是說 你把它包庇 你這裡是你說什麼 一個官員 讓你們說怎麼不出 看來他是你騙的 這樣好 我要跟你們報告 就 在章程裡面 並沒有一條規定說 一定要是在哪個區的人 才可以當黨士 還是做信徒代表 並沒有這樣規定 但是你都無局我 就怎麼不出 你加進私職會 一樣 私職會 你如果覺得 台北不錯 我要來加進台北 可以嗎 我台中人可以參加 台北的私職會嗎 要參加台中南部 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你只要認同我們的理念 你都可以來參與 不是這樣嗎 為什麼這些的假新聞 那麼多 來傷害大甲馬祖 人不想說 大家媽媽來拜 你不用來拜 你那是在做什麼 變成這樣 欸 我自三歲 拜到這個時候 我心很痛耶 敢有需要 我來加武力我喔